改建的時候呢 也可以劃定為都市更新區 所以我們也在這邊的都市就要按結一並來提提報 那首先說明說我們本段來變更的話 這一段來講我們車站出來呢 因為R04車站是續接著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是續接著我們原來就是香山站後面的圍軌 已經做好了 所以必須要用倒式的方式進來設車站 也就是說我們軌道沒有辦法弄成別式的方式來做鋪設 那在R03車站呢是端點站 端點站因為調度的話 我們也必須要設所謂的倒式車站 所以相對來講包括後面的圍軌 所以整條路線上來講 它都沒有辦法用別式方式來做布設 也就會造成說像我們剛剛所提到 有一段18公尺寬的距離 甚至到中部南部數米的地方呢 它就必須會侵入到所謂的民宅基地的下方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過 所以說在地下篩篩篩的工法 但是我們目前的篩篩篩篩是很成熟 安全的公共法 尤其是我們已經考慮到這個將來民眾可以去改建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在前段這一段 就從R04車站出來往中的這一塊呢 我們大概會有將近180公尺長的一個穿越段 然後深度呢是16到20公尺的深深深深度 所以將來在後續的我們在做穿越施工隧道的時候 我們也會非常順利來評估 然後也確保將來改建更新改建的權益 那至於在尾軌的部分 就當我們看出來說我們的軌道部分呢 其實是已經降到了16公尺深 是在這個R04車站出來的一個部分 下一頁 那大概就穿越從這裡穿越過去 大概是這一排房子的 近來大概是34公尺的侵入的隧道 但是在下方16米 在16米大概隧道段 隧道這樣一個部分 下一頁 然後在尾軌的部分呢 尾軌我們是走中坡 走中坡南路會牽到上方去 那這一段呢 我們原來的距離呢是比較長的 那我們也在尾軌部分呢 我們也進行進一步的沿溪 甚至於配合廣池博愛院 我們剛提到R04車站 我們也去將它稀移了25公尺 也調整了局部的軌道線型以後呢 我們路線呢 已經盡量沿著中坡南路來佈設 所以評估結果呢 我們已經將地價穿越的洞速呢 由原來12洞 減少了也只要5洞 那隧道結構體的地下穿越面積呢 有2200米平方呢 也把它減少到733米平方 所以這一張就是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已經是將修 我們在定線上再做個調整 所以我們現在穿越的部分呢 就已經可以少了一個接口 所以面積也大幅的縮減了 然後包括長度呢也是縮減了 那所以我們大概會穿越 是這一台的房子下方 那這個部分呢我們就比較深了 大概是有21公尺深 所以比剛剛那個還要再深 剛剛大概16米深 這裡才有21公尺深 看一點 我們在針對地下穿越段補償來講呢 除了說我們依大眾捷運系統工程地下穿越路段呢 依照這個所謂的使用土地上空 以及地下處理什麼辦法 就穿越的深度及面積的基準計算 後呢我們會發放穿越戶的補償費 包括土地補償費以及建物補償費 另外我們在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第二穿越區的接過呢 我們也在這次冰箱內呢 一併辦理劃定為都市更新地區 也就我們現在圖片上所看到的 ABCDE這五塊有穿越的接接過 那由於我們後來調整過後 這一塊已經可以不需要了 所以我們目前只有ABCD這四塊 來辦理所謂的劃設為都市更新地區 甚至於說我們在考慮到說 避免經過的土地呢 因為開發條件不佳 遭都市更新單元特定區來排排除 所以我們也在這個計劃案裡面也提到說 建築基地內呢 如納路穿越段土地一併開發的話呢 我們又可以再申請所謂的 地下穿越容積獎勵 有這樣的一個公司來計算 我們也必須設定到在2000 甚至也要求到在2000平方公尺以內 2000平方公尺以上才可以做一個開發 所以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確保我們這個ABCD這四塊基地 雖然它被穿越了 但是它卻有很好的一個提供 能提高容積獎勵的一個優惠 讓它跟後面的基地人能夠一併來做開發 也就提升它的一個 提升它的所謂的 它的效益會比較高 那這個案子來講 這個申請案呢 因基地條件的限制 我們也要經台北市都市設計 土地使用卡卡許可審議委員會 審議通過後呢 才可以不受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前述原則性的規定的一個限制 至於其他部分來講 我們也在計劃出現提到 本計劃區建築申請案的申請 台北市老舊中低層建築社區 來辦理都市更新擴大協助專案的計劃 它也可以適用的 我們現在針對在歷次的一個都委會專案小組的一個審查意見 主要我們剛剛其實都委會也提報過了 我們再來做一個說明 首先這張就放圖 首先針對R04北側這塊基地 是建議排除產權糾紛的大區域 也就我們剛剛所提到的就這一塊 僅保留西邊產權獨立的區塊來進行 連開發或設置檢驗出口等必要設施 所以針對省達小組意見 我們就針對了這一塊 這塊用地面移面積來進行我們後續的替選方案的一個評估 那因為目前就只有剩下這一塊產權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我們也考慮到所謂必要設施 在這塊來講我們就只有出入口了 除了我們還是維持它要有電扶梯、樓梯、電梯 但轉成設施就沒有了 這個是要先跟委員報告的 如果說是要採用最矮面積的話 我們就只有擺必要的設施 那在南側的部分來講 因為考慮到說我們南側必須要有一個通風景 兩邊都要有通風景 還有一個主要的出入口的部分 所以在考慮到整個的一個面積大小 還有目前的一個產權的還有地形現況 這一塊通風景的部分292米平方 我們就是用最容易徵收的方式 因為它已經沒有辦法再做塗開了 那在這一塊黃色的部分 我們扣除掉旁邊這個原來就不在範圍內的 還有這個七層樓我們也不放進來了 因為剛才我提到他們的效益問題很難 你在這兒是我的包包 我們也沒有將它劃設進來 然後在我們的一個車站 我剛提到有出入口 有出入口必要的一個範圍設置 在考慮到整塊基地的完整性 我們大概是用黃色這一塊 來辦所謂的一個最容易徵收 然後我們也試著去評估 看它也能夠做到所謂的圖一開發的一個情形 所以我們針對R04車站會有這兩個方式 只要放下一張圖 那在我們剛剛所提到R04車站北側 結業用地就是所提到這塊所謂的松台公公寓 這個連動式的四層樓 前後兩兩棟的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確實是產權 我們也沒有辦法處理 所以我們也參照了委員的意見 所以我們目前一直將它排除 然後只就產權獨立完整的部分 來針對所謂的最容易的一個規規化 下一頁 那就這一塊五層樓 這是前方還要到後方 下一頁 那在這個部分來講呢 我們也去剛好提到說 我們也試著去叫它做所謂的圖一開發來做試算 那以目前來看呢 面積呢是510米平方 那現況呢是四棟屋齡為35年以上的五層樓建築物 土地使用分區是第三種住宅區 目前的法定建築率45% 法定農居率是225% 土地建屋產權呢都是私人的 有18位私地主 地上建屋有20戶 然後呢其中捷運有一戶是屋地不同人 捷運設施我們就剛提到調整到 我們就只有擺電斧梯以及五障礙電梯 這捷運的必要出口的設備設施 這邊下一頁 上一頁 那在我們的整個規劃的概念設計呢 我們是可以把它設計到地上10層 地下3層這個RC建築物 設計建築率呢 我們剛剛提到了法定的世俗 但是我們這邊的畫設出來是需要到63.17 建築率的部分 那設計容積率呢 我們暫時是以法定容積兩倍的上限做估算 是以兩倍為上限做估算 實際講義呢 還是要一度設計審議的結果而做確認 所以我們目前呢 設計容積率是用450% 那在法定容積的樓地板面積呢 就可以達到約347坪 然後在法定雖然要求是要23部的汽車 28部的機車 但實際配置出來呢 我們也只能設計到汽車有8部 機車有10部 所以在法定停車的部分呢 在這個這塊基地上呢 融合了捷運設施以後呢 確實是也做不出來 右邊這樣可以看出來說 我們目前的一個規劃情形 這就是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這個500多米平方這塊基地 黃色的部分呢 就是我們的出入口 以及無障礙電梯 然後一直轉折到下方 然後呢進到我們的車站部分 那其他部分空間就盡可能的空間之下 很小小空間之內 我們也只能布設出 一個汽車位只有8部 機車位只有10部 這是屬於R04車站北側的一個圖 一個設計的概念設計圖 這是我們剛剛所提到R04在R04結尾 就南側的部分呢 就是我剛剛提到過了 七十多米的房子在這邊 那我們大概就這一塊地區呢 我們就必須用徵收的方式 來擺個通風公頸 大概這一塊 那這塊地區呢 我們就是來辦理土地開發 那在這個 這個我們的畫設最小用地的一個範圍面積內 大概只有12米的土地 面積呢大概1374米公尺 現況呢 都是35年以上的四層樓建築物 就這邊 也是屬於第三種住宅區 法定建築率45 法定農居225 土地產權呢 12比土地都是私人的 有40位的市地主 36戶的合法建築建築物 那我們的建設是 經過調整過後呢 我們因為路 我們這個基地呢 它就變成比較沒有這麼的深 所以沒有辦法直接一幅電幅梯進到下去 因為我們必須擺層跟督邊層垂直 如果擺層平行的話呢 站的面積會更大 所以這天下呢 我們就必須要改變我們一般的設計的方式 也就是從街面先用5米的樓梯 先下到地下層以後呢 再轉換層 兩幅電幅梯跟3米的樓梯 但是我們這個車站 這個出入口呢 人家還是會有個不上來電梯 然後另外的設施呢 就是通風景的 把通風景也會擺設在這塊 我們左腳後的一個範圍 那整個規劃上來講呢 我們也可以設計到地上14層 地下2層的RC的構造建築建築物 那它建幣率呢 就到48.98 那這個部分來講的話呢 因為我們現在多久要變乾 一般是建議是原建幣率的加5% 所以它還是可以在我們無視的建幣率之內 那在設計容積率呢 450 我們剛剛所提到 還是以法定容積兩倍為上面做估算 實際還是要最後還是要一督設計審議的結果 來確定它最後能拿到容積率是多少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設計總容積呢 就可以到將近1800坪 那法定停車位是有63步的一個法定的要求 機車位有71步 但是我們設計出來呢 仍然只能剩下汽車大概36步 機車位就設計不出來了 因為底下還要包括地面跟地下呢 都要擺我們捷運的一個必要的一個空空間 而這個部分來講 也只剩下所有人通風口 像我們一般的轉程設施 機房就沒有在這塊基地內去做鋪設了 這是我們目前繼續看我們設計看 其實在下面下一層的 第二層用到的範圍 下一頁 我們先針對R03的部分 我們剛剛提到R03 只要換R03的圖 上一頁 我們R03的話呢 我們以最早用地的法呢 我們剛剛考慮到說 我們捷運的必要出入口 還有一個通風景的一個擺設 以最省的方式來擺設出來 大概用到這塊黃色的一個範圍的面積 所以大概需要使用到15比的土地 1322米平方 那目前的現況是有8棟屋林35年 以上的一個四層樓建築物 土地使用本業的第三種建築物 法定建幣率一樣45 法定容積率一樣是225 那在土地建物產園的部分呢 有44位的私地組 32部的合法建築物 這部分來講 我們也是維持完整結構的話 我們擺設兩部電腹梯 一座2比4的樓梯 還有一座無障礙電梯 還有我們剛剛提到的通風景 那範圍大概就是靠近在 整個基地靠近在西側的部分 就是目前所畫虛線的部分 那在整個做土地開發的概念設計呢 這塊基地呢 我們大概可以設計到地上14層 地下2層 R西建築物 那設計的建幣呢 也是45.97 然後設計容積呢 然後設計容積呢 也是目前先暫時以法定容積兩倍上限速估算 所以450 那最後它設計總容積呢 可以達到 大概也是有1800平的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整個的一個樓地板面積 那它在汽車的法定停車位的要求也是60步 機車71步 那設計完成後呢 我們目前汽車位只有達到36步 機車位是27步 所以它也是未達我們的一個法定的要求 這樣可以看出來說 我們這邊擺的是通風景的部分 然後這是我們的一個出路口 地面層的部分 其他當然就是盡量擺設出原住 他們給有商店 一些T-ting等的設施設備 那到地下一層 我們就站的就比較大了 因為我們要轉換到地下進入車站的部分 下一頁 經過我們剛剛